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個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明天就是除夕夜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記得要多吃飽一點 對自己好一點 辛苦了 開車下巷的同伴們也要多注意安全 千萬不要熬夜疲勞駕駛喔 容易發生危險 那有鑑魚就是許多猛新的團長們 會私密我如何組隊的問題 所以這次的影片內容 我就來針對組隊的這個地方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個人小講解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那就是各位可以最後一個參考一下齁 戰力低的這個地方齁 就先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有把一些我主力的角色拿掉 主要就是一些課金角的部分 讓我把它拿掉 所以就請各位多見諒 組隊的話基本上是很多元的齁 主要是依據角色的技能去做搭配 那研究組隊是玩這個遊戲的樂趣之一 所以當然你也可以組四個射擊的彈幕隊 或是四個格鬥的菜刀隊等等 都沒有問題啊真的都沒有問題 反正只要能過關就好了 假如你的牛捧嘛 你夠玩這些娛樂性的隊伍的話 那我會建議大家去把我之前 介紹角色的影片看完後 先組一隊阿卡對吧 因為阿卡升到六星的數值齁 其實是不會比 就是沒升星的SR或SSR都高齁 真的阿卡非常有用 那陣容方面的部分的話 我推薦的基本上就是211 或者是2加2 那211什麼意思呢 211就是一隻守護 一隻近戰 一個中程 對或一個遠程 那中程包含的就是寶婆職業和射擊 遠程的話當然就是轟炸或狙擊 那這樣的隊伍嘛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這樣的隊伍很多元齁 他每個位置都保有戰力 那在保持陣容的情況下 就是可以應付前後夾擊的狀況 那只要搭配就是有會保隊友的守護阿 那就是算是很萬能的一個隊型齁 所以先推薦各位就是可以用這個隊型 那第二種隊型呢就是2加2 對就是雙近戰跟雙遠程 雙遠程呢就是我通常都是搭配兩隻狙擊 前排的兩位近戰呢我會在前面吸住對手的仇恨值 那後面兩位狙擊呢 就能安心的做到非常高的輸出 這樣的隊伍喔 在打王的時候效力非常的好齁 那狙擊我覺得是這個遊戲蠻強勢的職業 因為傷害真的太高了 而且不是你搭配變態五顏鞠阿 或是單發的狙擊 不論在推土和磁王其實都非常的有效益 所以我蠻推薦各位就是有狙擊職業的話可以優先練 尤其是這個茉莉 茉莉超級強 那希望組隊上面就是給各位一點點方向 下一部角色的介紹片其實我還正在趕工 因為著迷網Wiki因為千戰的關係 所以多少影響了我做影片的進度 請各位大大多見諒 這邊來回覆一下就是在YouTube下方留言的觀眾 9999k 終於出了 還期待之後出最不實用的SSR或SR系列 喔 這個我是一定會做的啦 對 因為我很喜歡玩冷門角 所以呢 人家說不實用的東西呢 我就越想要去研究它 所以這個系列不用擔心 這都有在排在排層裡面齁 我一定會做這個系列的 那第二留言是 L11 Lee的留言 非洲人建議先練主角 真的強 轉機又好刷 沒錯 有主角的遊戲喔 又練主角就不會虧齁 真的很棒的觀點 黃靜睿的留言 聲音也太小了 我還以為是我聲音沒有開 還是去看別的影片 確認 對不起喔 這部分我會做改進喔 因為收音的這部分 我是用耳脈來錄的 那我下次會多注意 我的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就是將這部影片分享給大家 就是如果有人還不太會組隊的話 那就是可以給他看這部影片 讓他有一點點小方向 感謝各位的觀賞 那祝各位新年快樂 掰掰